其實爭取開放大氣電波運動 民間電台持續已經7年公民抗命 我們聽到DBC已經二播了7天 明晚11點鐘可能是完結 我覺得這個運動不可以完結下來 所以民間電台是會接手在這個公民廣場 是繼續開放大氣電波的廣播 是透過民間電台FM102.8的平台 是透過FM的廣播 我也希望港大市民關注事件 所以我會進行絕食 其實這個是我們在今晚民間電台7周年的生日派對 我們談了出來 我才知道劉南剛先生已經是進行絕食 我覺得大家都心同此理 都希望早日DBC能夠復台 早日能夠在香港有一個自由開放 的言論平台給大眾發聲 是